另外在第一節臉頰受傷的楊盛彥 你看到臉上有一個簡單的治療之後 也重新回到場上 陳肯定挨了一波 這邊吳永勝要到犯規 Kenny有點腦衝血了 不過這也就是他算是一貫的打法 其實剛剛快攻他只要球往前甩 那個傑夫就可以上籃了 他還是硬要自己來 還是對於個人的進攻算是蠻有信心的 剛才龍哥應該是在跟裁判抱怨的時候 被出了一個技術犯規 王哥在被插踢之後也信心然回到板凳區 對於教練來執教 然後跟裁判討論這個尺度 以及這個藝術上面要怎麼樣來拿捏 其實裁判看你 第一個你不能單分有髒話 垃圾化可以也沒有髒話 就是不能辦法裁判髒話 其實就是你就表達你的情緒給他 知道你的癥結點在哪裡 可是就是不要太多情緒上的東西就對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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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